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澳门当局说会按照计划 和本港有关部门商议便利通关方案 我们很开心地看到香港今天是第14日 没有出现本地个案 我们也会按照我们的计划 和香港有关的部门进行商议 进行一些通关便利的措施 因为疫情是充满了变数的 我们其实也在不同的时间 都会和不同的有关的部门去商议 有一个方案 当然因为已经都提到 是没有具体一个可以公布到的方案 所以大家不要那么心急 如果有一些具体可以公布的方案 我们一定会即时去公布 内液龙又强调会继续检视两地疫情 在不影响澳门市民安全的前提下 决定通关措施 本港对上一次有本地确诊个案 是今个月7号感染变种病毒少女的姐姐 人民银行公布星期一开始 内地定期存款会采用新的定价机制 内地实施新的存款利率自律上限 由原本基准利率乘倍数的计法 改为基准利率加点指 例如是定期存款上限再加一定基点 外汇交易中心旗下利率自律机制 在微信表示 在新的计法之下 半年期之内的定期存款年式有望上升 一年期以上长息将会下调 但相信金融机构 无需大幅调整存款利率 而且一年楼上存款占比较少 对于银行以及存款人的影响不大 中国恒大的股价 曾经跌至到四年低位之后显著反弹 分析认为恒大减债有进展 但预期内地可能加强对房企债务的监管 内地房企价债务风险持续发酵 上个星期传出中国恒大被内地监管部门调查 和盛京银行价过千亿元人民币交易 恒大其后澄清网络谣言 强调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也有报道指 内地要求其家债权银行对恒大的债务展开压力测试 中央去年设立三条红线限制内房负债 恒大今个月初承诺月底至少将其中一道红线转为绿线 有息负债将会降到六千亿元人民币以下 有分析预期内地博会加强对房企债务价监管 他们真的卖楼卖得上半年比较快 减价 套演那些做得多 第二件事就是之前都分拆了几样东西上市 其实有相当的资金回笼 减一条红线相信难度不太高 但反而盛京银行这个新闻会被市场警惕 就是说就算恒大那么大一间公司 如果大家乱来太多 我照样都会查的 渣打认为恒大债务情况较去年九月理想 不过在去杠杆方面要做更多工作 彭博数据显示 评级为AA-或者以下的内地房企 发债比率降到超过十年低位 分析认为部分质数较差的房企 将会逐渐退出融资市场 无线电视李慧仪报道 再看内地股市表现 上证综合指数暂时偏远 今天一度落到3500点有支持 现在轻轻跌3点坐 坐着3521点的位置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联署局官员推前加息时间预测 美元连升第五个交易日 美汇指数曾经见超过两个月的位置 之后是92.2这些水平靠稳 最新都是在这些水平附近 做92.249 美国长债息继续跌 当中30年期的国债知息量 从2月份以来第一次跌穿2厘的水平 见到10年期更加一度 要跌到1.4厘以下 见跨近四个月的低位 最新10年期的债息是1.394厘 美汇进一步升 不知要和美国更加快地加息的预期有关 明年的意识的时候 会有决策权的 素性路易联储银行行长布拉德说 美国通胀就较预期高 为了控制通胀 联储局立场应该辽为鹰牌的 明年底开始就会开始加息 较局方大部分官员的预计更加早 市场关注 今个星期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参与众议院听证会的时候 会不会再进一步谈谈货币政策立场 另外今个星期 美国将会公布多项的经济数据 当中联储局的通胀指标 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都是焦点之一 市场预计会连续第五个月向上 升幅会扩大至挨近百分之四 下午的嘉宾我们视线连线导游 陈建豪和我们分析下会市的市房 Aaron你好 你好 Aaron看今个星期 是不是都要看今个星期 美国那边公布的各项经济数据 美会指数才有机会可以向上呢 我想星期初呢 继续向上的机会都大的 因为你看到整个第二季来说 我想上个星期叫做美金 真的明显是有一个上升的动力 那想回第一季的时候 其实美金在二月底一直都升到三月底 那当时很多的投资者都在想着 第二季美金应该都会延续这个强势 那但是四五月份就令到大家有点失望 那我想上个星期借助联储局 将加息的时间稍微退前 的确是令到市场是多了个借口 就拨美金反弹 那但是我想要留意一样东西 那虽然他是说提早加息 但是加息的时间都还是说2023年 那他们现阶段都还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中间都还是要经过 例如说慢慢减少买债 甚至缩表等等的过程 那中间面对着也都很多变数 例如说就业市场那个 持续新增的职位的情况 那也都加上例如说拜登总统的 就是那个刺激经济方案 在国会之间的最终的规模有多大呢 等等这些呢 其实都会左右着个美金的走势 那这个星期不是太多重点的 重点我想都是得英文铃铛议息会 和美国的数据上面 就是星期五有个PCE的通胀数据 加上刚才你提到联储局的几位官员 都有些发言的机会 那我自己觉得都是会 美元的而且短线是偏强的 那但是长线的看法都是没有改变 就是大家都是在看淡的 美金就是觉得美国的双赤字问题 仍然是会恶化下去 这个也都会限制了美国加息的空间 那就是说现在是这么早都没宣布退市的时候 市场已经提早反映了 那但是一旦如果你看到 就是刚才我提的一些变数来 就是市场原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劲的话 那有机会美元的反弹都会行人止暴 那我自己看 今次的反弹现在92水平流上 那短线是偏强的 可能会试回92.8 甚至是第一季的高位93.5 但是你说进一步上升 我就有少少保留 嗯 留意到另一样东西 就是美汇和短债都可以升回 但是见到十年期长债就要跌 其实怎样解读这个情况呢 我想其实也是跟刚才我提到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那些经济刺激方案的进展 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大家最初就很担心 就是说当如果是拜登推一些大规模 经济刺激方案 那而债息上面是需要向上的 因为他都要在市场上融资 但是也都见到现在就是市场上面 就是本来是在炒一个息口 但是如果随着拜登刚刚上个星期传出 就说民主党就想自己去推行一个 大概六万亿左右的一个规模的方案 那我想如果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但是息口又要向上的话 将来那个利息开支其实是高的 所以市场可能也有部份的声音 其实未必是很同意 就是说是可以是有个很进取的一个 加息的机会在 因为始终如果是适合一向上帖的话 他的利息开支其实都可以很惊人的 所以在现阶段来说 始终大家对联储局的退市的路线图就没有什么改变 就觉得可能是8月底 就是Jackson Ho会议或者是9月的议息会 就会先公布退市的时间表 但是执行新校的日期都仍然可能是以明年年初为一个目标 那会不会现在市场是太早将加息会提前 甚至进一步加强那个 就是进一步推前那个预期呢 我想市场上其实都是半信半疑 暂时就不是很顺着 但是炒气氛之下 也都看到一些外币暂时没有什么一个 很强的一个买入理由的时候 我想暂时的外币短线都有少少挨打的机会 但是反而如果说中长线部署 我仍然觉得先进入住第一住 有少少货底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好啊 见到美国十年期债息 最新都是在1.397里这些位置 说完美元美债都看一些商品市场 见到伊朗强眼派人士来希当选总统 有分析认为伊朗态度可能会转趋强硬 预计美国解除制裁 让伊朗重新出口石油的步伐会减慢 国际油价来到亚洲市靠稳 梁敦旗油在每桶74美元以上 高盛看法乐观 认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是买的机会 预计油价第三季将会升到80美元这些水平 对油价敏感的加指就曾经升到 矮近两个月高位 见过1.248水平 来到亚洲市就略为偏远 最新是做1.2461 商品货币澳指都要偏暖 曾经跌到74.7美先 主要是因为上个月的零售数据表现 差过月期 澳指最新是做75.03美先 看金价 美元上升 投资黄金的吸引力就减了一点 现货金曾经跌穿1,770美元水平 是接近两个月的低位 来到亚洲市回云 最新是做1,777美元 再跟Aaron谈谈 如果真的像联储局官员那样预计 推前到明年加息 金价应该怎样走呢 何时才见底 我想如果美金进一步强 或者进一步有加息的憧憬的话 的确对金价是有点压力的 但是你看到金价基本上就是 在1,670美元这些水平 就找到一个支持 这个是第一季尾 就是说三月尾四月初的时候 做了一个箱底的形态 但是去到两个星期前 还在1,900美元楼上 其实也有很明显一个阻力 现在就落到1,700美元这些水平 当然刚才提到两个价位 1,600美元和1,900美元的水平 可能就画了今年那个交易的波幅 因为过去两年金其实是很强的 尤其的升势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最大的一个推动力 其实应该就是环球的央行 在不停减息 尤其是上年三月因为疫情 一次过将息口减到零 正正就是将金价由1,400水平 推到2,070这个水平的一个动力 但是看回今年既然大家 在炒一个环球经济复苏 加上央行其实现在酝酿 是加息而不是减息 也没有哪间央行 特别需要一个进一步 宽松的货币政策 变成了金价其实推升的动力 其实不是很强的 唯一你要买金的理由 就是用来抗通胀 所以几个星期前 去到1,900美元楼上 其实我想已经不是很值得告罪 因为今年的波幅 由1,670到1,900美元楼上 已经是走了230至250美元左右的波幅 这些也是过去除了去年 除了2019年这两年的波幅 是特别夸张的 再数下去其实平均一年的波幅 大概都是200至300美元之间 所以可能大家也有些戒心 就不敢去高追这些金 但是现在下回来 例如1,750美元 甚至之前的低位大概1,670美元 我相信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只要捱得过 例如这两个星期 美元稍微一个反弹的强势 金价有点向下的压力 我觉得仍然是部署去买入黄金 不过就要有点耐性 今价始终今年不是一个很当炒的商品 所以它上升的动力 其实又不是太强 你要有心理准备 例如可能用一些比较保守的工具 例如ETF等等那些工具 可能就比较适合一些 它的爆炸力向上的爆发力 其实不是太强的 好啊 那我们现货金最新就做 1,777美元这些位置了 今天下午也不贵谢Aaron 和我们这么详细的分析 之后再看美元最新会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汇市支点提到这里 多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其后看到指数来说 去到28003边缘有少少承接 现在最新跌幅收窄去到370多点 报在28426点位置 各类指数仍然向下 公用指数 地产指数 以及金融指数跌得比较多 成家方面来到这刻为止 超过1100多亿 现在最新这下 内地股市仍在轻微靠稳 至于外围美股期货 早段跌超过200多点后 道指期货跌幅都收窄到50多点 报在匯约港股的最新表现 牌头位是腾讯 腾讯下午低见过582元 现在最新是588元水平 跌幅2%过外 跌幅15.5元 另外吉利汽车可以向上 升超过4% 去到25元流上 今天去到一个月以上的高位 药名生物更加厉害 创过上市新高高见142.6元 最新升幅接近半成 这两只都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两只叮当码头 另外还有刑副基金向下跌1% 小米都要回回接近3% 打穿28元 第六至十位 第六位有比亚迪股份 最新股价靠稳升1.6元 另外美团平保阿里巴巴上榜 美团偏远未跌至1% 至于平保跌幅2% 跌至1年以来的低位位置 最新跌至75元水平 还有阿里巴巴204.4元 向下跌1% 上雨光害原本早段都可以靠稳 最新轻微度跌超过1元 在227元水平 其他主要蓝筹表现 我们也看了 有汇控和有邦 两只大金融股仍受压 汇控跌幅3% 日中低位做过45.1% 亦失手了一百天移动平均线 至于有邦低见过92.1% 目前跌幅收集到2% 港交所媒气都要向下 中移动有得升 中移动暂时保持在高位培会 升幅3%左右 后市去向是怎样 我们找专家谈谈 今天有郭sir在 Hello 郭sir 你好 帝雪雪 你好 你好 外围那边未跌定 A股又不像是很帮到手 现在我们恒生指数夹在中间 似乎真的慢慢又再试回 横行区底部 郭sir究竟有没有信心 今次能否支持 上星期五收市仍然有信心 因为指数回到10天和50天线上 去到6月的下旬 估计即月其次的转仓和结算的活动 会漸漸主动大局 加上半年结效应 多少都有些维稳的部署 可能今天包括汽车股 手机相关的股份 都已经是有一些部署 拜了在这里 所以两者都是跑赢的大事 但是想说的就是美股 其实经过上周的反复 美股已经漸漸跌离了 今年5月10日的高位 35,091点 即是说由去年10月30日的 26,143点上升 升了8,948点 加息是一个有因 但是始终市场有点借口 换句话来说 美股已经进入了一个 中期升后一个正式的调整 它升我们就不受惠 它跌的时间 我们多少都受到影响 按照现在这样的情况来看 外围的市况这么不明 6月底前的大市 就算我有点点憧憬 暂时来说 都可能是个别的板块 先不要说指数 因为主要南筹股全部都不欠 包括友邦 腾讯 回控等等 但是有些非指导成份股 或者占比不是那么重 仍然都是深受资金去追捧 例如好像若明系 其实成份股当中占比重不多 或者2.7% 但是在初12大当中 它是最良例 而且今早也曾经创新高 其他汽车业整个板块 都是胜于大市 手机相关股份更加不用说 即是在炒股不炒市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不要聚焦 放在指数上 有些股份或者个别的股份板块 如果你不是受指数所影响的话 可能升势还会更加凌厉 或者简单说 在炒股不炒市当中 其实真是个别板块 可能未来的走势 是会一直优于大市 相反的指数 仍然还是波幅性的上落 简单说 有波幅没有升幅 有反弹没有大胜 但郭sir 听你口问你 我觉得市未至于会出现大跌 外围美股当然 之前都已经出现疲态 最近落得比较深 大家就是忧虑加息提前 似乎现在对于流动性那边 都有一些忧虑 你见过比特币也是 这些和流动性很敏感的资产 其实最新都要急射7% 我们觉得郭sir 你的判断是怎样呢 会不会迟早烧我们这边这一搭呢 那港股是否真的可以下手得住 不至于说会有个很大的下跌空间 我又不觉得港股会跌得太多 因为美股无论怎样升 我们一直都没有什么量力的走势 其实如果大家要留意 由2月18日的高位31,183 开始的调整 最低那刻由3月25日的低位27,505点 简单说 今年直到这一分钟 全年的波幅只有3678点 直到这一刻由3月25日开始 整个市无论怎样反复的 都是走在27,505点流上 所以我觉得港股是没有两例的 成交金额 根本上就不足以造就一个升落 但是暂时来说 又看不到太大的下跌空间 简单说 它会在这个区间里面 在这个市场上升落落 一般的经验说 经历过3个月或久一点的整股 始终来说都是走单边 问题是单边向上走 还是单边向下走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 我自己觉得就算市场进一步反复 跌的幅度也未必会太明显 加息来说都是明年或后年的市场 即使加息来说是正确 经济已经是佈有稳定的复苏之中 不会带来太大的冲击 放置流动性真的相当充裕 就算加息也是低息 对吧 好,既然如此 不如郭Sir 我们看看股份 刚刚你说炒股不炒市 市场波幅 有没有股份去到区间底 有机会可以扭回头 很多金融股都上了连跌榜 包括一些劝商股 光大控股和海通证券 两只都是连跌8天 光控累积的跌幅超过8% 创超过一个月以来的低位 最近的新闻其实都不是什么坏消息 包括有什么 完成发行一个中期票据 集资40亿人民币用来还债 另外有多只保险股的持续弱势 宏里、中国太平、新华保险和平保 都是连跌7至8天 平保是创超过一年低 新华保险都去到接近一年的低位 中国太平是见了7个月的低位 至于中银香港也是连跌7天 创超过3个月以来最低 郭Sir 为何金融股这么弱 有没有哪只可以罵底 我又觉得不是差得那么紧要 首先来说整个大市持续低迷 有些券商股要太过量力 这一分钟是真的做不到的 直到市况再报一个升浪 成交加押量例 有超过2000亿以上 券商股当然是有个憧憬 现在这一分钟暂时是没有的 所以反复得来都是大弱 金融股、银行股 我觉得大升当然暂时没有什么条件 但我又不觉得会怎么大跌 股价的反复上落 可能也有些零零碎碎的沽压 插货者是按耐不住 转到其他板块 始终来说热炒的股份 是不会轮到他们的 现在这一分钟 另外你说保险股 尤其是内地保险股 反而大家要保守一点点 因为始终好像早前怀融事件 或多或少会令到保险公司 收到的保单资金 有些是投放企业债 有些是投放在A股 A股不需要我多说 大家都知道什么情况 但如果企业债个别有些违约 这方面是会有些风险的 所以内险股一直都是略为跑输 其实或多或少都是这方面 令市场有点担心 至于你说会不会 如何大幅度下降 暂时这一刻我又看不到 是 既然郭sir觉得 未是时候去做的话 就不勉强你去选择 可能大家都要忍一忍手 刚刚你提到内房还是困扰 他们有些都上了连跌榜 包括我们刚刚提过 有些内房相关 例如玉徽和合景泰富 两只都是连跌多日 跌了7至8日 累积的跌幅都有9% 至到一成 其中合景创超过三个月低 另外和内房相关 还有些譬如滋水泥和海螺水泥 两只都是创超过一年来的低位 报道就说内地的水泥行业的需求不振 今个月初已经提前出现淡市 其余上榜还有些医药类股份 当中蓝筹中国生物制药 是9日之间跌了1成3 创4个月低 刚刚这些连跌股份 有些家庭观众想问 夏哥sir 有位黄沙问你 他8个8买了中国生物制药 目标价怎么定 是否会回到家乡 8个8日之间买 相当现在7、6日之间 大概是10多个百分之下 值得一提 现在轻轻穿了一个月的新低 我想现在这一分钟 始终在现在这个价钱来说 我就不建议你做任何止蚀 因为事实上买入了5或8个百分之下 如果觉得细息不对版的 减持或者止蚀反而可行 但是我自己觉得 以现在来到7个多元钱这个价 如果可以捱的话 都尽量捱 实际上手上还有20%的方兴 相关的憧憬 始终现在这一分钟 发挥不了出来的意思 如果可以的话 我建议暂时来说 磁形保态继续观望 这两天的价格 就持续反复下降 但是沽压不是说重得那么厉害 硬不硬得到就真的看自己了 先守住 另一位家庭观众 陈太太也是在捱价 他就问华润水泥 他11.4元买了 买了一万股 郭Sir,你又觉得他需要止蚀 离开止蚀位很远 如果跌穿10元那刻不对版 当然要减磅 加上三毛四指息 现在账面上都输了很多 如果11.4元买下来 已经看到差不多30多百分之 内房的发展可能是慢了一点 但旁大的基建始终要启动 华南一带最大的水泥厂是华润水泥 基本上我觉得不太差 否则估值来说 不够6倍的市盈率 息率超过8厘 要沽也不是现在的价格 可惜当初跌穿10元那刻 不要做一些风险管理 现在过了就无谓说了 这手货暂时先捱住 好,希望可以快点去他们 今天整把上来股价价很弱 当然RSI已经到相当超卖水平 郭Sir,我们刚才说了 这么多股份有持有吗 是没有的 好,谢谢你的分析 麦克斯仍在跌三百多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来跟进 各位,来到照顾360时间 身边找Michael和敏仔 在看待大市最新的情况 Michael,你好 大家好 今天市况一句说完就叫差 我唯有担心加息的步伐 会再升温 看到日本股市最多要跌4% 港股5后最多跌435点 最新跌354点 做28,443点 各个指数都向下 成交1,237亿多 Michael和我们讲讲整体的市况 究竟加息的忧虑 有没有再次令金融市场震荡 恒指挺辛苦才以此做底 希望说存定 现在有没有打破现有格局 我想都有机会阴点阴点落 最主要反而出现了现在的10年债息 或者长短息差方面来说 那个知识曲线来说是转平 市场都觉得这件事究竟能不能有机会持续 尤其是长短债息来说走向是怎样 这件事短期暂时的效应来说 就好像对金融股就叫多不利 但中时来说 始终如果你预期加息的情况 和通胀是继续向上 我相信长短债息的息差来说 始终都会拉阔一点 所以短期的现象可能会拖低 恒指再次二万八的水平 因为始终现在商品股 商品的价格随着美元的反弹又回落 和金融股回落似乎新经济股又未能弹起 所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新 很强的主题 如果是指数成分股来说 撑得住 所以阴点阴点回落的情况 可能还会继续出现 好 指数都是没有看头的 大家有点戒心 个别股份当然讲一下中资电讯股 中电讯公布了 说想调高个派息比率 立刻股价就有得认性弹起 他说考虑股东回报 公司盈利情况等等 今年派息比率60% A股上市后三年内 慢慢提升到派息比率70% 春年年中还开始派中期股息 讲讲他的部署 Michael 这个算不算是 为了回A一个很重大的部署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资电讯股 很多入了美国那边制裁名单 现在5G时代有来 要集资唯有回A股 这样的部署是否代表回A股 他就算是比较吸引一些 即大为提升了他的吸引力 都可以这样讲的 因为变成这方面 如果要回A股的推动 而以中资电讯股来说 业务比较稳定 现金流比较强 都可能会着重 以派息比率略高 高少少来说 拿回他们的吸引力 用资金继续投放 现在中资电讯跑出了 午后继续升 问题是追不追中资电讯 还是留意其他中资电讯股 看看其他中资电讯股的派息比率 去年来看派息比率 中移动一向都稳定 其实派50%流上 2019年派息比率达到56% 2020年52% 但一向都站稳派出一半 每股盈利的一半 而中联通要留意 他本身已经在A股有挂牌 只不过交投不太活跃 现在就是中移动和中电讯说要回A 中联通就很稳定 一向就四成左右 中联通就大概超过四成 2019年派出了45% 现在的问题就是 中联通和中移动 看到中联通说要调高派息比率 还派到中期息 他们两个要跟随情况 机会率是否也很大 两个互动情况都是比较大 当然如果大家版面见到 就是说中移动 如果说在股息率来说 相对来说更加吸引 以及其中都是个龙头的地位 如果你说中电讯在这方面 要强化角色的推动来说 我想都要除了在息方面 大家觉得在业务的推动来说 会不会还有一些新的空间 继续推动 如果看回以往的走行来说 他们做这个宽民宽赖的业务来说 都是比较强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再加强 现在七二八说 慢慢调高到70%的派息比率 就是中资电讯股当中最慷慨的 赚一万派七成出去 好不好跟进中电讯那里 以后就给人一个感觉是 以派息慷慨 现金流多稳定的公司 都可以的 但是反过来 就是中移动 大家会觉得两者来说 真的要找回 如果各样东西比较上 相近的业务相近的情况之下 即未来的业务推动的发展 这个反而我想 都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首选始终 现在暂时这一刻 当然 中资讯未来业务逆趋 会提升 但是中移动肩负着 另一个角色始终 都是说是业内的龙头 指数也是 如果反过来 股价这些位置 其实大家都在一个 慢慢再继续推动上来 中移动可能 如果你说 未来的指数还有空间 继续抽升的情况之下 它都肩负在指数的重磅 那个角色 虽然走势 它都比较弱 比起联通 或者 刚才说总电信比较弱 但是追落后的空间 市场就会觉得 可能比较大一点 是不是说暂时就不要买七二八呢 是的 我自己觉得 如果这一刻 你是想着防守性 和比较性 今天也充了这么多 安全度比较上高来说 如果这一刻 就可能是中移动 相对地 如果把头放下去 就可能稳妥一点 好 联通的挑战应该是大 因为一来 中移动和中联通都说要回A 中联通应该都说到 实牙实耻 回A之后 还要加到派息比率到70% 看来城市机率都高 中移动都在做部署 如果说规模来说 两只加起来 才等于一只中移动 中联通去年收入三千零三十八亿 中电信去年收入三千九百多亿 现在中移动和中电信说要回A 中联通就变到规模最小 交投本身又不活跃了 他一向派息比率也是40%左右 会不会他走中电信条路 增加派息比率和派中息 这个机会会大一点 说就可能在想中 但中联通始终相对地 你的财务状况 或者现金流 以往来说 都是比中电信 相比之下 比较长落后一点 加上相对以往来说 炒他们 可能有机会和中电信合拼 或者其他 在企业方面有些行动 那很多时就借势炒高 但这一轮真的剩下来 和市场都是慢慢 这一期将5G也好 或者内地电信也好 反而集中投放在手机 或者其他生育制股 对他们比较旁乐 所以股价走势来说 都比较上信息 好 去年看到派息来说 都是中移动最高息 中移动的息率去到六厘七 预测市盈率 大家估值差不多 中联通、中联信都派死这几息 现在觉得941算不算 又可以赚息又可以赚价 现在买算不算 是一个长线投资好时机 防守性 就是业务面就变了比较 相对比较强 还有胜在反过来 安全度高 股价走势 跌的拖累的压力 也不是太大 所以如果从角度出发来说 我觉得中移动 应该是四平八稳之中 可以做到运踪求进的效果 但他本身都在派一半出去 是否大家就不要太过憧憬 他会再调升排息比率 因为都要留一些钱 做接本开支 蛇衫都要 当然中移动来说 你可以看到 很多就是中联信和联通 大家共享 中移动通常就是要独力承担 相对地他们在农村那边投放比较多 这个都会是未来 那个发展上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就不要单边说 现在好像收入稳定 或者推动上 是不是好像当它半只公用股 但其实它都有使钱的地方 好 留意 5G年继续要投放很多资本开支 我们回答一下家庭观众投资欄 有位郑生 就问788 他就说一个四毫三买 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加注还是交货 还是继续持有 现在其实跌不穿一元 但当然股价很长期都没有起息 最近无论市是怎样的 788 其实都是怎样都向下炒 788是不是 就算5G年 它有些动动也有些困难 是的 这只股仁应该投资价值也是低的 真的不在乎程度 真的持有股值下沉的空间 就是一路一路长跌长有 当然希望 我当然如果一个四毫三持有朋友 穿正衣 希望这位选定 但是我觉得就不值得加注 至于值不值得持有的 我都觉得反弹回这位 去到这些位 其实因为现在反而市 慢慢其实都是一个傲 可能一些 刚才我们也在看电信股 现在才慢慢个别 有个推升 尤其是电信营养商 如果你看回铁铁铁蚀 又不是吸引 股价又一路是继续向下 还未能难以收回 甚至现在就止蚀呢 我不反对 因为你都差了那么久 反而你换回刚才我们 讨论那几只的电信营养商股 还更加理想 好 暂时都是约细股 这一节先谈到这里 稍后再跟进一下大市情况